张云青新专辑《相反的我》销量开红盘 在为新歌预期拍摄MV时 特别邀请棒棒堂团长 敖犬跨刀三眼 两人还在MV中来了段精彩的舞蹈大对决 并和迷大饱眼福 今天呢我们所在位置呢是MV的拍摄现场 那这一次的这个MV叫做《意气》 是这次特地请Action来帮我 但是意气相挺 在意气这次MV的中间呢 我们营造出一种算是 音声跟Rocker Battle的这种感觉 感觉干嘛 大家敢问我啊 然后我觉得是一种 我觉得这种对峙的这个画面很好看 我自己觉得很满意 而首次在MV中尝试舞蹈的张云青 凭借自己利落的舞步赢得大家的掌声 就连身为师兄的奥犬 在看完他的舞蹈之后 都称赞他有舞后前置 甚至还在现场拿威廉狠灰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唱跳天后 你少来了你 我觉得他今天他 不然说他这首歌就是 他练了很多舞蹈 然后可是他他在那个镜头前已经是超越威廉 已经好几千倍了 威廉不是我要这样讲你 这是演艺圈 演艺圈是现实的 不要这样他会哭啦 但是威廉有威廉的可爱 好不好 跟你跟他接下来 我就哪个人的这个特色不一样 你一定要跳舞不然太可惜了 焦情深豪的两人在拍摄现场不停的耍宝打闹 豪犬还现场客串记者提出歌迷看到自己出现在张云津的MV中是否会生气 让张云津爆笑不断 就假如你的歌迷嘛 就是看到我在你的MV出现 他们会讲什么 他们说说我MV中有男主角 他们会不会就是 会不会就是会想要 不想要别人来就是 占据你的MV这样 不会啊 没关系我都打电话跟导演讲说 熬犬的镜头少一点就好了 不会啊 没有啊开玩笑的啦 感谢熬犬这个力挺 对我觉得这支MV如果没有他真的拍不成 华育卫视整理报道